大家好我是Homo 我是MoMo 我是圈圈 今天要來討論什麼? 討論如何拿這塊板子來打死你啊 事情不是這樣吧 我在網路上基本上都是放男生的照片 專長拍男生 所以我拍一個男生大概30秒就拍完了 然後呢我就是拍了 就是自己女生的客人的時候 我被MoMo罵了一頓 醜死了 他竟然說 醜不拉雞醜死了 那我今天呢跟大家就是做個分享 MoMo是如何拍照的 覺得漂亮就拍啊 不漂亮就不要拍啊 那為什麼 因為你永遠都拍不漂亮 所以在一起出去我的女生客人會跑光啊 我會染頭髮喔 我只是不會拍照 找我就好了 要拍照找MoMo好不好 那我們廢話不多說 MoMo一定要實際的操作給別人看 那我們就Let's go 首先呢 你必須要有一個長得漂亮的模特兒 我找到了漂亮吧 漂亮 然後之後你要有一塊板子 這塊板子呢很簡單 就是要用來打圈圈的 這樣對嗎 我如果在路上被打一定是你害的 這個板子是我要用來製造陰影的 因為我們有時候啊像這樣子拍 然後首先你要有一個很厲害的APP 那我就不跟大家分享是什麼APP了 然後打開APP之後呢 就是這樣 先去拍 傻眼啊 然後就是我會跟我的模特兒平視 我有時候會做的比他低 因為這樣子拍照我才可以拍出漂亮的感覺 然後我會請他過來這裡 因為我是女生的關係 所以模特兒我會很容易把他架住 我就是把他移到我正確的位置 然後用我的雙膝把他夾住 讓他不能動 然後我會開始看螢幕裡面的他 他怎樣是好看的 或者是漂亮的 然後如果我模特兒是素顏的話 我會幫他調一下彩妝 然後我會幫他調一下他的臉型 讓他的臉稍微再小一點 然後漂亮一點 接下來就是到了今天的重頭戲 我會跟他說 我們的頭稍微滴滴 然後稍微往我這邊打過來 對 對 然後我喜歡拍那種很空靈的感覺 然後看著我這邊 看著我的手指頭 定在這喔 好 然後我覺得我拍的這樣子已經夠漂亮了 我想要讓照片達到100分的美麗 所以我就使用了打圈圈的板子來遮光 專業 這在哪 這樣嗎 不是打我啦 你這樣就把我遮住了 你碰到我了 我想要營造出那種陰影的感覺 就像午後太陽 打下來的感覺 拿好喔 然後這時候我就會調整他的頭 然後接下來我會有很多角度跟面向 他的身體完全面對我 然後頭稍微滴滴 對 然後我就會斜斜的這樣子給他拍下去 然後如果今天實習師人理不滿意 或者是服務客人不好 你就可以整他拍久一點 但我不是 就說生耶耶 不要動喔 站好 實習是不是比你專業 我沒有在拿板子的 好了我覺得這樣就足夠 所以我拍一張照片只要三分鐘 那我可以放下來嗎 我說只有一分鐘 那我可以放下來了嗎 嗯我覺得你值得還不夠 那如果你們對拍照攝影有什麼問題可以資訊我 或者是在下面留言 但是我絕對不會回答你 那你講這段幹嘛 想爽的啊 所以呢我們今天分享就到此為止 其實如果你夠專業夠會抓角度 這個東西有什麼訣竅嗎 培養你自己的美感 你眼睛看出來的東西是要是美的 你才會拍出好照片 所以多看看一些網路上面網美的照片吧 我覺得還有要游泳器拍 就是不斷的練習啊 我像我拍照 有時候一分鐘 有時候兩分鐘 有時候三分鐘 因為在現場我狠嘛 我沒有時間 多餘的時間幫我客人照的角度 我只能快很準 所以我培養這個能力 我花了大概五六年的時間 還可以達到現在就是 就是很快速的達到我想要的感覺 一陣子我就會換風格 這些都是需要你去培養自己的美感 也是啦 對啊 就說你沒有美感 欸我拍男生可帥的咧 幹什麼 因為你男生長得帥 啊你不是女生長得漂亮嗎 漂亮 漂亮得第一啊怎樣 啊我帥就是怎樣 你不帥 就是賽 啊你不帥 我不想要跟他聊了 我覺得他最近很難聊 所以喜歡我們的人 記得按讚訂閱 開啟小鈴鐺 掰掰 你跟他賽 按讚 嗎 字幕視聴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した